搜掉中路 杀直线 一个抢方法好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本营时间9月20日 20224年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站在火热经营当中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混酸4分之1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由国国选手 陈兴和张慈组合 对阵日本组合的比赛 最终陈兴和张慈 一大比方2比0 很少对手 成功进一半决赛 现在的陈兴和张慈 年仅才只有22岁 也是国语的超级新人王组合 比赛之后 陈兴和张慈刚开始有点慢乐 很快就与0比2处于落后 不过陈兴和张慈开始发力 很快就连得2分 直接占拼了比赛 当中国队以3比4 暂时落后的时候 只见张慈发出了 成绩发球再次占拼了比赛 接下来中国队 很快就实现了逆撞 当双方战成6比10的时候 只见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陈兴上野了连续扩插球 帮助中国队以11比6 将比赛带入到 第一个技术经线 休息回来 陈兴和张慈更是三分了 当双方战成10比14的时候 只见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陈兴会胜打出了风环的扣球 当日中国队阻挡打的很差 当双方战成14比19的时候 只见日本队想要发出迷惑型花球 结果被陈兴识破 直接一拍拍死了 左局中国队打的还是相对比较轻松 以21比15天下一撑 结果第二局一上来 陈兴和张慈就以1比3处于落后 接下来只见对手的发球 被陈兴再次识破 再次一拍拍死了 不过本局日本队还是非常强势的 陈兴和张慈很快就以3比6 再次处于落后 接下来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只见陈兴上演了不可思议的回球 去破解回刹 这一球也让对手一点发炎了 当中国队以5比6暂时落后的时候 只见张慈再次发出了神奇发球 直接暂停了比赋 当双方以12比12暂停的时候 只见陈兴和张慈上演了完美配合 直接将日本队击溃了 当双方战成19比20的时候 只见双方进行了疯狂的对拼 双方互不先让达得非常激烈 不过张慈上演了最不可思议的回球 直接决上了比赛 这一球也让日本选手直接倒地别外落 陈兴和张慈以21比19带走了比赛 其中陈兴和张慈一大笔风2比0 核赏对手成功进行一半比赛 虽然两局都是在开局处在落后的情况下 但是陈兴和张慈组合 利用他们俩的默契配合 上演了逆转换盘 只能说陈兴和张慈真是好演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远送从此别 青山空腹琴 我们下期再会